大家好,这里是绿正悟空i4u 今天是2019年1月18号 今天的这个视频呢 有一个原因就是回应推特上的一位网友 定珠一尊 他是墙内的一位网友 和很多网友一样 对我有很多的支持和鼓励 他今天建议我把海外的一些墙内 看不到听不到的一些新闻呢 尤其是跟中国相关的新闻呢 做一些汇总 这个呢,容我慢慢来 那今天刚好呢 我看到了孟晚舟的一些新的报道 所以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报道呢 是来自于加拿大的一个 Admondian Journal 也就是加拿大的爱德蒙顿的 他的一个媒体 这个报道的时间点呢 就是今天 我们可以从这个报道里面 看到华为公主孟晚舟的最新的图片 这个呢,是由彭博社拍摄的孟晚舟的图片 这篇报道首先把孟晚舟从拘捕到保释期间 他所受到的待遇和其他人做了一些对比 对比的对象呢 一个是日本尼桑 他的老总就是Carlo Scone 他呢,上个星期是在东京被捕 那么他被捕之后 出现的法庭是什么样子呢 是戴着手铐 穿着塑料拖鞋 以及腰上还有一个绳子在绑着 所以呢,这个就跟孟晚舟出庭形成了一个对比 另外这篇报道 他还对比了在中国被拘捕的两名加拿大人 他们的处境 那两名加拿大人 他们是很难见到就是使馆的一些人员的 所以呢,这个呢 是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软性的回应 就是上个星期 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呢 是在报纸上发表了一些火药味比较浓的专栏文章 指责加拿大方面说是一种白人至上主义 以及西方的一种傲慢 所以这是他的一种软性的回应 另外他这篇报道还讲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孟晚舟呢 他在温哥华有两处房产 目前我们看到照片上的这一处 也是他现在就是监禁所在的这个住所呢 是一个中高档的 还有一个比这个更好 目前在装修状态 就这篇报道 省那边的装修完成之后呢 他是打算搬过去了 另一个住址他是离美国的总领事的住所呢 只有只隔了几个门牌号 所以这个就挺有意思的 我们知道孟晚舟呢 她现在是有专门的负责监控的公司 对她实施监控 但是除此之外呢 就是这篇报道讲 她的监控的公司似乎也承担了一个 就是保护她 把她从公众的视线当中 保护起来这么一个职责 因为我们知道 孟晚舟的这个居所的外面 现在是有很多的媒体在驻扎 Blomberg 也就是彭博社的记者 当初为了拍这张照片 他们是去了以后 亮出了他们的记者身份 结果呢 就遭到了保安的一些阻挠 孟晚舟的这些保安 都是她自己花钱的 所以保安的第一个职责 对她实施监控 这个是根据法庭令来 但是保安现在似乎更承担了第二重责任 就是把她从公众视线当中保护出来 关于这个案子往下怎么走 因为我们知道 美国方面她要在一月底之前呢 把引渡的完整的这个请求呢 正式的向加拿大方面提交 这个这篇报道就讲 截止到星期四 美国方面还没有提交这个请求 加拿大的司法部部长 我们可以看到 他这个名字是David Lambert 实际上大家如果注意看 我之前的报道的话 也就是加拿大司法部长 在1月16号以前 并不是David 而是谁呢 而是Judy Wilson Rebold 我们知道孟晚舟她这个引渡呢 最先开始是美国方面向加拿大提出的这个引渡请求 首先美国在获得孟晚舟要过境 加拿大这个信息呢 是在11月29号获得的 然后她在第二天11月30号就向加拿大方面提出了一个临时抓捕 然后要引渡这么个请求 因为时间非常紧迫 所以她们是首先是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就是这位女部长 她呢向BC省的高级法院提出了一个请求 然后BC省的高级法院呢 就根据这个请求下达了一个临时抓捕令 然后12月1号就对孟晚舟实施了临时抓捕 所以就是说整个孟晚舟这个案子 在加拿大方面 第一个承担这个责任的 就是这位司法部长 所以我现在看她在1月16号被解职了 因为她这个任期没满 她现在解职以后 虽然她有另外一个职务 但是我个人感觉有一点点惩罚她的意思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解读 因为她去的另外一个部呢 她的新的职务呢 是 所以是退伍军人的事务部长兼国防部副部长 所以这个的话 我个人感觉相对于司法部长的这个政治的话 应该是有一点点降的意思 我个人觉得不论当时加拿大司法部长是谁 加拿大方面要交这个学费 恐怕都是在所难免的 所以就是说这基本上是中国政府 第一次在在世人面前去呈现他们的一种 我个人认为是相当的蛮横不讲理 也就是他不去管你什么引渡法 也不去管你美国方面的指控 是不是有足够的理由 他就认准一点 他说孟晚舟没在加拿大犯事 你凭什么抓他啊 可是引渡协议本身 它就意味着 并不是在被引渡的人所在那个国家犯事 对吗 所以他这明显就是一种 我不想知道你的法律是什么 我就这么盲横的要求 所以我就说当时这个司法部长 不论是谁 他也就是按部就班的这么走 搁着谁恐怕可能今天都没有预料到 中国跟加拿大外交 现在会出现如此大的这个困境 所以这个学费我认为 无论是哪一个司法部长在职的话 都在所难免 那么他的继任是谁呢 就我们刚才说的 David Lamdy呢 据媒体的报道 他现在是就是我所在的这个城市 加拿大Montreal的一个很著名的大学 就是Magill的法学的教授 他是从2015年开始就担任Magill的法学教授 而且呢 他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知识产权中心 他在那个中心是担任director 所以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就任的话 可以说是一个专家中的专家 因为华为他最严重的问题 恐怕就是他的一个对知识产权是否足够尊重的问题 我们接着看那篇文章 他这篇文章他又讲到就是说 一旦美国在1月底提出了这么一个引渡请求之后呢 Canada's Justice MinisterDavid Lamdy Can reject the request Or order extradition heroines to begin 说一旦美国提交了这样一个请求之后呢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他可以有两个选择 要么呢 直接就把美国的引渡请求驳回 要么呢就下令展开一个引渡的停讯 所以这是他可以做的 但是他这里面也说了 他说 He can't arbitrarily refuse 他不能够武断的就表示拒绝 这个arbitrary这个词呢 大家如果注意看的话 因为加拿大方面 因为中国不停地在抓捕一些加拿大人 所以呢 加拿大对于 国人就发出了一个 就是去中国旅行的一个警告 这个警告他所用的词 他就是说 中方在执法上是 arbitrary 就是用的是这个词 加拿大的司法部长 在美国方面提出了这个引渡请求之后 如果是这么做的话 那么加拿大司法部长 他是不可以这么很武断的就回绝 那么他要做什么呢 His ministry would have to determine that the fraud doesn't constitute a crime in Canada an implausible finding 他这里说什么呢 说作为司法部部长 他就要决定 就是我们知道对孟晚舟的指控呢 是欺诈fraud 就是说要看他这个欺诈罪 是否在加拿大也是能够成立的 这个呢 他后面就是做了一个 他的一个阐述 他就认为 要证明这样一个欺诈罪 在加拿大不成立 这恐怕是相当难的 所以事实上就暗示就是说 就目前媒体所掌握的 对于孟晚舟指控的一些证据来说 应该是在加拿大方面 这样的指控也能够成立 这样的话就是等于是排除了 要把他引渡的其中的一个障碍 另外呢 他也讲就是说 加拿大方面的引渡庭的法官呢 对于美国方面所成交的一些证据 他只要看 就是说表面上看上去 大概可以接受 那加拿大方面的引渡庭的法官 他就必须要去接受 因为什么呢 他说这个 The proceedings don't consider the strength of the evidence or the likelihood of conviction 这个我在之前就说过 加拿大他的法庭 他要做出的审判 只是基于是否引渡 所以他不会去管孟晚舟 你去了美国以后 你这个罪行会不会成立 这个他不管 所以这也就为什么他说 加拿大的这个引渡庭的法官 他看这个证据力的时候 他不会说是从司法的 就是刑事案的角度 一定要beyond the reasonable doubt 那不是他的责任 那是美国法庭的责任 他只要看有没有这个face value 也就表面上看上去 哎 差不多了 那我就引渡 至于你这个引渡过去以后 你是无罪的 还是有罪的 那你要去美国法庭 这不是加拿大法庭的事情 所以他这里面说 就说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他不会考虑 这个美国方面 所成交的这个证据 从罪名举证上面的 这个证据力 也不会考虑 就是定罪的这个可能性 这都不在加拿大的 引渡庭的法官的考虑范围之内 Canadian judges end up approving about 90% of extradition requests because the system make it nearly impossible to mount a defense 加拿大的法官呢 从目前来看 一般是对于引渡的请求 是90%都会认同签发的 因为整个加拿大这个引渡的体系呢 它基本上是很难 把不引渡的这个抗辩呢 让他在法庭上成立 这个难度 用他的说法就是 nearly impossible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 就是说这个人就不能引渡 有 有没有 有 有 这个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说过了 取决仪 一个呢 是引渡出去 被引渡的人会面临死刑 这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要看这个罪名呢 是不是有点就是空穴来风 纯粹是一种政治上面的险害 如果是基于这两点的话 那是有可能被拒绝的 但是从这篇报道 他就举的例子来说 他就说是90%都是被引渡了 这是加拿大的一个 因为我们知道它是一个case law 就是看以往诸如此类的这方面的case 都有什么样的一种判决 就是90%都被引渡了 孟晚舟的规划 孟晚舟似乎已经开始了 就是打算在这儿花上个几年 而且他已经打算申请 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phd的课程 就是商务管理的这么一个博士的课程 但是他这里面有一个信息 是我们从来不知道了 就是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是接受了来自于华为的300万加币的一个捐赠 而这个捐赠的资金是用于5G的项目开发研究 所以我估计这恐怕也是为什么 孟晚舟她在法庭保释庭上就已经说过 她说她打算去哥伦比亚大学去上这个博士课 我当然还觉得奇怪 你上不上得了 难道你不考虑 你会不会被人接收吗 似乎她已经笃定了 她只要想上 人家就会要她 现在我才明白了 原来是因为华为是给这个哥伦比亚大学 300万加币作为开发5G项目的一个研究的资金 这个就至于什么原因 什么背景 在里面我们就不必多说了 好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还是依照惯例 就是请大家关注 一个呢 就是关注中国最高法院法官王林钦 他的下落 希望他安好 希望还他一个 首先还他一个自由 其次还他一个清白 其次就是我的一个一再的呼吁 就是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李倩法官 你是否配合了一个叫 田彦刚律师的这么一个人 两个人 你们是不是联手做了一桩司法黑暗 好 谢谢大家 拜拜